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這一節我們繼續去跟進一下美國方面的最新情況 目前的局勢就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正如一場足球賽事一樣 未去到球證吹雞華圓場那一刻 都是未知道哪一方面輸贏的 網絡上現在就封傳一單的消息 就是說副總統彭斯很有可能會在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召開之前 就辭去副總統的職務 如果這一單消息是熟實的話 對於特朗普總統就是非常有利 因為到期時這一場的聯席會議 恐怕就沒有人能夠主持大局 於是乎會陷入一場憲政危機 在說之前首先就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究竟副總統彭斯是不是真的會辭職 我們從Linwood律師發的一條貼文當中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Linwood律師就在Twitter上提到 說副總統彭斯 在除夕那天就宣佈了 他不會再從事政治的事業 Linwood就說 所有以為彭斯是一隻披著狼皮的羊 以為他會聚焦於2024年總統大選的人 全部都是猜錯了 他就說 彭斯不做都是好的 因為彭斯根本上就不適合做總統 以上就是Linwood律師在Twitter上的貼文 當然他就沒有直接提到 說彭斯會辭去副總統的職務 但是既然都說到彭斯不想再從事政治業務的時候 很明顯就是他會退任 暗示這件事 實情在Twitter上 類似的消息就已經是風傳當中 也是在網絡上非常空洞 到底彭斯會不會真的在1月6日之前辭去副總統的職務 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數 因為仍然是有四天的時間 讓他去考慮 當然我從主流媒體或者保守派媒體上 暫時就未曾找到有確實的消息 說他會辭職 不過大家就在這裡傳這個消息 另外Linwood在下午的時候 又發表了一條的貼文 他就說 當特朗普總統打算用叛國罪來去逮捕那些叛國者的時候 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副總統彭斯 以及 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 馬康內爾 就會在被捕的列表上 這個是Linwood律師所說的 彭斯副總統究竟會不會辭任 還是有待核實 只不過 在近日 彭斯的確有多少的異樣 出現了 早幾天 一位共和黨籍的眾議員 郭麥特 曾經向德州法院入稟 要求法院 頒領 按照美國憲法規定 賦予參議院議長彭斯 在國會聯席會議上 同時判斷哪一組的選舉人票是有效的 這個權力 其實美國憲法 賦予了給參議院議長 只不過 現在 就是一條新的法例 在1894年的時候通過的 就叫做選舉計票法 就變了 對於參議院議長 有很大的權力制約 就是這樣 當然 現在 法院就已經判決了這位 郭麥特眾議員 敗訴 但是在判決之前 其實彭斯就有要求法院 要駁回這宗訴訟 他這樣做的原因 就是非常之簡單 很明顯 他就是不願意 被捲入到 1月6日的 國會聯席會議 那個政治漩渦當中 他就不想被 讓這一壇的運水 撕濕自己 這個就是明顯不過的 既然 彭斯沒有決心擔當這個重任的時候 如果他真的在1月6日之前 辭任副總統的職務 其實就是等同於 跟特朗普 是叫做好來好去的 這個無疑就是最佳的結局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在過去的四年間 其實 彭斯和特朗普都叫做合作無間 而且 一直給人的印象 就是非常之正直和幹練的 一位副總統 不知道因為什麼的原因 他就不想在1月6日 可能是作出太大的舉措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如果他真的願意 暫時離開副總統的職務 其實對於特朗普陣營來說 絕對是一件好事 到其實 彭斯又不需要擔起這個重任 他又不需要做一些 違背他自己意願的事 之餘 亦都不會損害到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這個是兩全其美的 方法 而且 亦都是可行的 因為在於 他本人 究竟願不願意 辭去副總統的職務 這個完全就是他自主 可以決定得到的事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要說 如果彭斯真是辭去副總統職務的時候 那又將會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來講 副總統這個職務 極有可能 就是會懸空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副總統的空缺 其實就不會有一個 繼任的順位 大家都知道了 美國總統就是一個繼任順位 當總統出現空缺的時候 第一繼任順位的就是副總統 跟著就到這個眾議院議長 第三位的就是 參議院的臨時議長 第四位就是國務卿 如此類推 其實就排了有很多人 點來講 都會有一個人可以頂上去做總統 但是我就查過 其實副總統就沒有類似這樣的繼任順位 按照美國憲法的第25修正案 裏頭就是 講明了一件事 就說 一旦出現副總統空缺的時候 總統就可以任命新的副總統 但是就必須要通過參議院和眾議院的確認 而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兩次類似的情況 第一次就是1973年的時候 尼克遜總統就任命這個福特 來填補副總統的空缺 當時的 原任副總統就是辭去職務的 在1974年的時候 福特就是繼任了尼克遜擔任總統 而副總統的空缺 福特就任命了洛克菲勒來擔任 當然這個是填補副總統空缺的 歷史情況 事實上 總統也是有權不任命任何人來填補副總統的空缺 都可以 歷史上也有試過 根據統計 美國歷史上 差不多有一成半的時間 沒有任何人擔任副總統 是出缺的 這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事實 如果彭斯在這幾天說要辭去副總統的職務 相信在1月6日之前 也沒有那麼快可以委任到一個人 來頂上 到時會出現什麼情況 就是在1月6日的國會聯席會議上 就變成沒有任何人能夠主持得到大局 因為按照選舉計票法的規定 這個聯席會議就必須要由參議院議長 來主持 之前我們有提過 萬一彭斯當日出現了什麼頭暈 腹痛 辛慶 他去不了其實都會主持不了大局 當然如果他直接辭職 在客觀條件上 根本上這一場 聯席會議就沒辦法開始得到 因為主持大局的人都出缺 在歷史上有沒有發生過這些情況 沒有 沒有一次這個情況出現過 會不會出現第一次 如果出現第一次的時候當然就是會陷入一場的憲政危機 因為沒有人可以主持得到這個聯席會議的時候 按照法例的規定是會怎麼做呢 就是會馬上進入一個叫做權變選舉 美國總統就會由 這個 眾議院以每週一票的形式來產生 這個當然是對特朗普非常有利的 這個某程度上也都是解釋得到 為什麼在1月6日當日 特朗普反而之間又說要吹雞 叫150萬民眾 要在國會外邊聚集 很有可能就是要看實國會這個場 就是不要出現到什麼的亂子出來 我覺得是有這個成份在 如果不是貿貿然吹雞叫那麼多支持者 去國會外面集會 如果純粹叫人去 喊口號 搞你也無謂 是不是 一定有他的目的 一定有他的心意 我相信 如果彭斯真是辭職 這個不是全民而是事實 那150萬人在國會外面就很有用了 起碼就有150萬名的民眾 在國會外面看實裏面的情況 究竟是不是按照那個規定來去舉行這個權變的選舉 確保得到不會有任何的亂象出現 接下來我們又再看看 蓬佩奧在Twitter上連續發表了多條的貼文 全部都是一些照片 他連續發表了五張照片 全部都是用相同的文字描述 Big Challenges Great Team Securing America's Freedom 那個hashtag就叫做swagger 意思就是說 很大的挑戰 偉大的團隊 和保障美國人的自由 那個hashtag的意思就是 昂首闊步 好了 他的五張照片是什麼照片 其實全部都是合照 第一張照片 就是特朗普總統 在白宮橢圓營辦公室裡面會見一班軍人將領 以及就是蓬佩奧本人 在牆上 就有兩張的總統照照 左邊那張就是華盛頓總統 右邊那張就是 杜魯門總統 好了第二張照片就是 蓬佩奧 和財長 武勞欽的合照 第三張照片就是 蓬佩奧和前司法部長巴爾的合照 第四張就是 兩個男人在左邊右邊 分別就是蓬佩奧和特朗普 中間夾著 CIA局長哈斯佩爾 這張照片的構圖就認真是來人尋味了 究竟1月6日將會發生什麼事呢 既然特朗普說1月6日會有很強勁的證據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就是1月6日夾到這個哈斯佩爾上去國會聯席會議上面 就是作弓 不出奇的 當然你說 可能你過份解讀 我就希望不是過份解讀 這是我主觀意願而已 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哈斯佩爾局長 也有好一段時間沒有在公眾的場合露面 到底他去了哪裡呢 沒有人知道 好了 跟著 最後一張照片 就是 蓬佩奧和美國國家情報總監 拉特克利夫的一張合照 這張合照事發意味著 那份外國干預美國大選的報告可以在1月6日之前出台 也是不知道 但是反正 蓬佩奧連續貼出了這多張的圖片 就已經引起了美國政界人士的廣泛揣測 而在這5張圖片裏面 大家應該會留意到一件事 就是 竟然找不到彭斯副總統在裏面 到底這個是意味著什麼 是不是他將會離開特朗普的團隊 而且在第一張照片當中 我不是說在牆上邊有兩位副總統的肖像 華盛頓總統就不用說了 他就是偉大的開國元首 至於杜魯門副總統 他有兩項的事跡 值得大家留意 第一就是他在1945年的時候 繼任了羅斯福總統的職位 他原本就是副總統 其實他就是 在二戰的最後階段 帶領著美國戰勝了世界大戰 第二就是當他繼任成為美國總統以後 其實有將近四年的時間 副總統的職位就是空缺 到底 蓬佩奧現在貼了這一系列的 圖片出來的時候 是否有什麼暗示呢 為什麼在這麼多章的圖片當中 都是看不到副總統彭斯 我相信是有懸愛之音在裏面 當然 有其中一種解讀就是 蓬佩奧目前正在放風 就是準備要抽乾沼澤 當然你說主觀願望 我相信很多美國人 都是想朝著這個方向去做 問題就是 究竟實踐起來的時候又如何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辦法總比困難多 縱然是面對著這個困局也好 沒有說沒有辦法解決得到 就是視乎究竟 操作的人是有沒有這樣的決心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 叫做視在人為 如果彭斯副總統真是做到一種精神 就是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能夠辭去副總統的職務棄居補稅的話 我相信他也都將會在歷史上流明 是會成為最偉大的美國副總統 當然局勢發展下去是如何呢 我們大家就唯有拭目以待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